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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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点是 通常这一阵子以来台股跟美股的走势是反过来 所以很多的人你会认为说 哎哟 果然 对不对 今天好像杀不下去哦 所以因为 就是因为你有这种想法 所以今天各位 千万不要到这种地方 又跑去抢多单哦 等你抢完多单 哇 啪啪啪啪啪一杀 一杀下去啊 这一杀也杀得蛮深的 对不对 好 各位 这就是关键所在 今天呢 如果说你去平安附近抢多单的话 到今天的第一点 一杀又杀了超过100点以上 好 那各位 那问题就来了 哇 那今天怎么又是搞成这个样子 那为什么开盘这个盘不跌呢 好 各位 如果今天这个盘从开盘开始 你不敢去放空 我跟你讲 今天有一种人最可惜了 各位 今天你做多赔到钱 我说讲 那就都没话讲 实际上你又跑去做多 对不对 但重点是 今天很多的人 就算你没去做多 可是你已经不敢去放空了 对啊 就是问题所在啊 开盘不跌啊 对不对 而且昨天台股已经率先跌了 跌很深了啦 创失就个月低点了 对对对 所以各位 如果今天的盘 你又不敢去空的话 今天一杀一杀 又杀掉100块 140点下去 那你今天是怎样 难道又这样关盘 这样关一天 又过了一天去吗 好了 各位 不管怎么样了 反正如果说今天开盘 你还是不敢去放空的话 来来来 给你再看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大户指标 对 大户指标 各位 今天大户在做哪一边 来 搞不好 我们就看左边 我们先看左边下面就好 你自己看吧 今天的 对不对 你看到 今天大户还在做空呢 就这么简单一句话 今天大户还在做空呢 那各位 这是为什么今天开盘 你以为不跌吗 后面盘中照样往下杀了快 140点的原因在这个地方 所以各位 看懂了吗 所以对不对 我说各位 每一天每一天 从开盘开始 我也讲各位 你不要自己去猜 今天这盘 对不对 昨天台股先跌了 美股跌了 台股今天可能要反过来给你做 我说各位 这东西你不用去想 你想的越多 只是你自己越苦恼 你想的越多 只是你自己的思绪 更乱而已 我只能这样子讲 对不对 各位 做期货 做期货只有一个东西 叫做方向 你只要能够有一个好的指标 每一天帮助你把方向判断出来的话 那个方向不是你自己去猜出来的 好了 所以各位 对不对 今天你开盘之后一看 跟你看过了 今天大户还是 对不对 开盘就做空下去 所以今天盘又跌100多点 那今天开盘你有什么不去空 对 各位 这就是关键所在 好 所以各位 你看 如果今天开盘你又没去空的话 来 还是一样 对不对 各位 来复习一下 你期货想好好做的话 对不对 请你每一天 遵循美国现在期货的 标准操作程序的SOP 我问你 你看到没有 今天开盘 虽然说指数没跌 开盘那段半个钟指数没跌 但是请问你 大户指标车出来 大户在坐哪一边 还是坐空 不单坐空 今天的力道 对不对 还是穿过白色那个虚线 对不对 今天大户还是坐空 今天的力道 还是个趋势盘 什么叫趋势盘 一天的高低点起码100点以上 所以今天各位 高低点还是跌了140多点下去 今天这种盘各位 140多点 难道里面你放空赚30点 你赚不到吗 我认为你懂这个意思 我认为不是说 你今天去坐空赚了140点 我跟你讲那不可能的事情 当然我的意思是说各位 今天有140点这么大的一个幅度 你要抓30点有难吗 各位你懂这个意思吗 好啊 所以对不对 所以今天开盘以后 要是你没坐空的话 我只能再讲一次嘛 你好可惜嘛 使用你不去空 对不对 各位今天大户 今天大户还在坐空 力道也够强 既然大户今天都还在坐空 你为什么又不敢空 对不对 很多人讲说万点没去空 各位我讲一个很有趣的 散户的心态 当时指数从万点跌到9000点的时候 很多人说哎呀 今天跌了1000点对不对 当时万点都没去放空 9000点怎么可以空呢 好 等到9000点跌到8000 我想说哎呀 应该9000点都没空 8000我怎么可以空呢 8000不敢空 拉到现在 今天已经跌到多少 跌我们对不对 哎呀 我说各位 不要每天都哎呀哎呀哎呀 我说各位 做其会只有一个真理 方向在哪一边 再来对不对 从大户指标来看方向之外 对不对 再来各位 箭头跟大户 有没有同像 好 各位讲到这个东西 我问你各位 我们不要 我真的各位 我说不要说别的 我只问你各位 你看大户先机 有没有两天就好 不要说多长了 你昨天有没有看大户先机 这个节目 有有最好 那各位我请问你 破断 对不对 各位哦 昨天要是你有看节目的话 我问你 昨天先机破断 开盘以后 8486 有没有翻空 有啦 昨天你看节目 你看了啦 对不对 而且重点是来嘛 当昨天破断 倒不然我们就稍微再大点 我们只看这个就好 稍微再放大 再放大到这个图来就好 昨天对不对 当镜头在8486镜头 翻空的时候 昨天大户不是也在一路做空吗 我昨天就跟你讲了 我说各位你看 光从8486翻空 大户做空 杀到昨天收盘 已经杀下去 将近快120点了 那各位 今天的开盘 对不对 在这个地方 大户还在做空 所以盘头再给你杀 将近快140点下去 各位 不过昨天 8486镜头翻空 大户做空 两者同样 各位到今天的低点 多少各位 快要240点 就算到今天收盘 也将180点 各位啊 两天将近超过200点 哦 我说各位 如果这种钱你都不要赚 那你要赚什么 我问你 啊 8500还能放空吗 哎呦 万点都没放了 哎呦 9000都没放了 8500还能空吗 哎 最近这个盘不是在8500 到8000再会震荡了快两个礼拜了 各位你不是今天都在都在给你自己讲这句话吗 哎呦 8500还能空吗 啊 结果能不能空 不但能空 从昨天到今天各位 啊 不过两天耶 到今天盘头低点 这样是他就杀了快要240点 你说能不能空 当然可以空 为什么 为什么 都已经跌破8500了 为什么只数还可以跌200多点 因为那大伙还在做空啊 答案这么简单呢 因为箭头有翻空啊 大伙在做空啊 都两者同向啊 区区两天200多点 我说各位啊 大台子一口快要4万块了 我再问你 这种钱你都不赚 你要赚什么 你来股市干什么 你来股市来每天来看盘 看得爽吗 你们都来这边观望而已吗 而且各位 你不要说各位 光是从昨天到今天 一杀又杀出200多点下去啊 各位我请问你 我把我们时间稍微 推到上个礼拜好不好 如果你看大政先机 有一两个礼拜的话 各位对不对 我问你 在上个礼拜 在上个礼拜三那一天的时候 对不对 不一样嘛各位 跟昨天的情况一模一样嘛 箭头8516翻空 大户做空 是强力做空 等等 都容易杀两天 就是两天也杀掉200点下去啊 所以各位 成功的模式 各位对 我是贵 今天有一个好的指标 有一套好的操作方式 我今天也好 我昨天也好 我长期以来 我就这样操作而已啊 昨天8486翻空 昨天节目上也跟你公开讲 我没有进来跟你放马后炮哦 对不对 昨天节目你看 你都记得有个8486啊 箭头翻空大户做空 到今天盘中低点 杀了快240点下去 做机会有难吗 判断方向有难吗 8500还可以空吗 我们跟各位讲 多少人天天在问自己这个问题 不是吗 最近以来 各位你天天不是问你这个问题吗 哎呦 跌够了吗 哎呦 还能空吗 还能空吗 就各位 昨天箭头将近8500一空 到今天是200多点 还能空吗 答案叫做 当然可以空 但是问题是 各位啊 不要每天自己在 还在自己问你自己的问题 也还能空吗 各位 最近这一阵以来 在节目上 我也跟你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我就各位啊 盘不是你猜出来的 对不对 盘不是你猜出来的 盘要涨要跌 对不对 看着就是这个东西而已啊 各位我给你讲 我把时间稍微拉长一点 就拉到差不多 对 就是我们讲 这一个多礼拜以来好了 不要说昨天 8486空 到今天跌200多点 上个礼拜三 8516一样啊 镜头翻空 大户做空 两者同降 一杀又杀 也是一样 两天杀200点下去啊 好 反过来讲 各位你这样对不对 最近这个盘 这一个多礼拜以来 其实这个盘呢 实在差不多有没有 除了今天之外 实在差不多 8400到8600 来回这样做震荡吗 可是这个你自己看啊 在这段时间里面 对不对 给我把时间一拉长来看 各位你自己看啊 最近这两个礼拜的 四次的 波段的操作里面 8453天都翻多 大户做多 两者有没有同向 有同向啊 所以多单就做啊 哦 蹦下冲上去 一冲 冲了快要100点上去 各位你不要小看这一段哦 这一段一冲冲了快要100点上去哦 是不是 好 隔天 隔天 就到上个礼拜三 8516翻空 大户做空 两者同向 哇 洞一杀杀到隔天 开盘再跳空下去 跌到快要873 各位 这一天半 一天才留仓在家 多一点的时间 各位哦 又快200点 不是吗 好 到了上个礼拜 对不对 箭头8378翻多 哎 大户在做多 两者又同向 有没有 经过礼拜三 礼拜四 到了有没有 到了昨天吗 开盘时候不是跳空上去吗 各位哦 从8378 跳空上去到多少 到8550 一算 又将近180点 各位 箭头跟大户有同向 弹给你看 箭头跟大户有同向 弹给你看呢 箭头跟大户有同向 杀给你看呢 箭头跟大户有同向 杀给你看呢 各位 这么简单 我问你 我问你 全场上 还有没有比这个 更简单的操作方式 比这个更精准 更明了的 有没有 你的软体做得到吗 各位 你自己的操作 你自己的操作方式 你做得到吗 各位 每一个箭头 可不可以做 答案 对不对 跟大户有没有 在做同方向 箭头还可不可以空 875可不可以空 箭头有在翻空 大户强力做空 当然可以空 可不可以空 箭头翻空 大户做空 杨的同向 当然可以空 我跟各位讲 这样子将近两个礼拜的时间 各位 这样来来回回多少 将近500点 各位 你不要少看 各位 也才不过将近 不到两个礼拜的时间 将近快500点 各位 这段时间指数 只不过是在8500 到有没有8300多点 就这样200点 给你来回这样 震震震震震而已 各位 不过就这样多多空空 有没有 箭头跟大户同向 顺着这样做而已 各位 最近快500点 而且各位 当这个地方 每个箭头 在翻出来的时候 各位 我就讲对不对 各位 我说各位 我不是来 收拾盘来节目上 跟你放马后炮 昨天8486 不但节目上跟你讲 而且各位 抠讯有没有给你看 你自己看昨天 有没有 昨天8486出来的时候 我昨天节目上 有没有给你看这个抠讯 有吧 这是昨天 强势破断 8486翻空 不但箭头翻空 大户做空 对 试下就开始做 同样的道理 我们再往前推 当时在上个礼拜 8378 箭头翻多的时候 8月7号 这上礼拜 破断箭头 8378翻多 大户做多 两者同向一样 试下开始敲 所以各位 每一笔每一笔 就这样 各位 就这样实实在在 就这样操作而已 各位 就这样子操作而已 箭头跟大户 有没有同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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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做而已 所以各位 昨天到今天 这样200多点 各位 这不是一天的操作而已 而是长期以来 都是这样做 甚至反过来讲 从明天以后 未来都长长久久 我还是这样做 各位 成功的模式 在这个地方 你听得懂吗 当这个方式 对不对 能够成功 这样子操作的时候 各位 不管过去 未来都是这样子而已 有什么东西 能够逃过 这两个指标的结合 这样子的操作 这么强的东西 不是吗 各位 你看大战争金 你看多久了 不止一两天了吧 也许一两个礼拜 甚至一两个月都有了 当你在外面 还在那边看着节目 你过去看节目 看爽的吗 各位 其后的操作 是在盘中出手做 不是收了盘 在那边看电视 对吧 昨天到今天又是200多点 而且我跟各位讲 说这个东西 我倒是想到一个东西 我跟各位强调一下 各位 我们不要说什么以前 不要说什么 从万点下来 我们不要扯那么久 各位 东西好 不要扯到什么 一两个月以前 对不对 我们就拿这个礼拜 顶多加上上个礼拜来看 各位 就这么 不过就这几次 这样子的操作 已经将近快要500点 各位 什么叫500点 什么叫500点 不到两个礼拜的时间 什么叫500点 大台值对不对 500点 一口叫做10万块 各位 10万块 好 请你记住10万块 各位 那我就问你 当到了今天 到了今天 此处来回正证的时候 很多的股票 是不是还在创破端心低 有 我说各位 不要说那些投机股 鸿海 对鸿海 我请问你 鸿海今天有没有创破端心低 有 有 而且各位 你说奇怪 鸿海最近天天都是好消息 对不对 昨天跟你讲说 哇 7月份营收 创同期新高 然后最近呢 对 哇 跟什么日本的什么软银合作 又跟什么阿里巴巴合作 去什么印度投资 又什么 什么手机场 什么都是利多 对 在那么多的利多情况之下 为什么今天股票创新低 为什么 各位 股价才是真正实实在在的东西 如果说鸿海真的 哇 7月营收 创同期新高 对不对 未来 哇 怎么大投资 那股价怎么是往这边走呢 各位 好 而且对不对各位 记不记得回去讲 这一波的下跌 从6月4号那一天 鸿海在先进系统 在97块这个地方 出现破端卖讯 当时我就跟你讲这个东西 我说 各位你小心 鸿海都出现破端卖讯 当时没有直接跌 反而是有没有 当时还来回这样 来回振振振振振 可是当时来回振 现在也没有翻多过 后面开始 不不不跟你往下杀 各位 从6月初杀到今天 四不多了 只杀了11%下去 哎呦 这比别的恐怕好太多了 跌跌不生 要跌11% 但是问题是反过 我问题各位 就算鸿海只跌了11% 好各位 我这样讲好各位 如果你有250万 你其中的200万 你拿去做鸿海 对不对 各位你去买鸿海 你买了200万 那各位我请问你 就这段时间 好像也跌了11% 等于说啊 你赔了20几万了 对不对 好各位 如果说这段时间 你200万 你赔了22万好了 但是各位 反过来讲 你还有个50万 假如各位 假如你有 听微国庆的话 你拿那50万 去做期货 帮你的股票 做避险的话 那各位 不要说从6月4号 不要说从6月4号 到今天呢 只要最近 这一个多礼拜的时间就好 那各位 对不对 如果说你有跟着微国庆的 拨断的镜头来操作的话 各位 才一个多礼拜的时间 各位 一口期货 你赚10万块 各位 那50万 你可以做5口咯 各位 那你5口的话 已经50万了 各位 不过就这样来回 做了几趟而已 各位 你50万 对不对 拿去做5口期货 你赚了50万 你200万 做红华 你不过只赔了22万 各位 你算起来 你还刀赚一倍 你还多赚了20 对不对 你赚了20几万回来 各位 我的意思说各位 股票嘛 而且各位 你不要说 鸿海今天闯破产心低 今天银行股杀的 真是稀里哗啦 对不对 对啊 因为台币贬 因为很多的银行 因为有人民币 几家的资产 人民币一跌 哇 惨了 对不对 好多台湾的银行 现在所说的 一大堆人民币资产 哇 帮帮帮往下跌 今天金融股跌最深 富邦金 哇 多好的 今天盘动跌的快8%多 哇 蹦一根大黑棒下去 那各位 一样啊 回头一算 哎呦 从5月14号 当时在现金信用里面的话 在63块出现破断卖讯 到今天跌了18% 那各位一样嘛 如果你跑去 对不对 你拿200万 你去买 假设你买了富邦金的话 到今天18% 你已经跌掉多少 跌到三十几万了 对不对 你跌到36万 但是有什么关系呢 你不过才去做五口期货 才一个多礼拜 对不对 已经让你回 已经回来了 回来了多少 对不对 回来了50多万 我的意思是各位 我一直在讲 各位讲一个观点 就是各位 股票 各位股票 16700档股票 对不对 每一档股票 基本面 技术面 维资面 筹码面 小型面 哪一样东西你搞得懂 这是为什么你做股票 对不对 总是赔大钱 我跟你讲 做股票有个悲哀 也许短线 你会赚小钱 但是各位 但是等到行情 一反转往下的时候的话 都赔大钱 对不对 你不是舍不得卖 就是买在高点 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是跟我说各位 股票为什么 你常常做股票 老是赔钱 因为股票 我就再讲各位 每一档股票的 基本面 技术面 外资面 筹码面 法人面 有哪个你搞得懂 但是反过来讲 问题是各位 问题是期货呢 我讲各位 期货只有一个东西 叫做方向而已 叫做转折点 对不对 各位 做期货只有一个 叫做转折点 那今天先去箭头 帮你有没有 算出转折点在什么地方 然后更简单 当转折出来以后 用大货指标 两个来 confirm一下 到底确实 是不是这个样子 各位 你看一看 做期货 你今天 你只看微信的箭头 跟大货指标 两者同向 我就去做多 箭头翻空 大货指标 两者同向 我去做空 各位就这样一个对白 就这样四趟而已 快要500点 各位 做期货比股票 是不是简单太多了 是不是简单太多了 你只要看箭头 看大货 有没有同向 这样做而已 比你那个股票 什么基本面 外资面 你哪个搞都懂 所以各位 你真的好好想想看 你真的好好想想看 各位 赚钱 各位 要一个人要成功 各位 未成功找方法 这个道理你懂 什么叫未成功找方法 箭头跟大货 有没有同向 有同向就做 就这么简单而已 你还能够找出 你还能找到 更简单的方法吗 你自己好好想想看 好了各位 明天 对不对 这盘 继续会怎么走 身关系 我下离会再说 好 我们先休息片刻 想要掌握更多投资讯息 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感恩八月八八节快乐 特别推出八八体验计划 永城国际入会专线 02-2542-8999 02-2542-8999 感恩八月八八节快乐 特别推出八八体验计划 永城国际入会专线 02-2542-8999 02-2542-8999 有交 它是时间让一种改变 新的计划 需要新的主意 是时间让一些更加奇妙的 更加美国 更加加紫 更加加紫 我们已经建立了一种 天然 现在是时间 为了新的犬 跟同样的育脏 但更加坠草 在这里 尽量了 与猫 出生的 小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明天 绅士命令 感恩八月八八节快乐 特别推出八八体验计划 永成国际入会专线 02-2542-8999 感恩八月八八节快乐 特别推出八八体验计划 永成国际入会专线 02-2542-8999 02-2542-8999 好 惠华大胜先机我们来关心 今天股市在唱了波段新低 但可以观察到目前竟然期限货 已经转为正价差来到15点 只是我们就点成榜面来看了 外资在线货是大卖超卖了87亿 但是却在期货是拼命做多 现在已经转为进多单有600多口了 难道呢 这个是所谓止跌的警续吗 因此未来行情怎么掌握呢 再把时间交给温老师 各位 好不容易哦 今天期货增加差20点哦 你怎么解读 哎呦 这盘真的跌够了吗 要开始反弹了吗 要不要反弹 要看什么东西 看强势预判 好 各位哦 讲到明天的强势预判 我先讲今天 各位我问你哦 今天的最高点多少 基本最高点叫做8390 都不来 快点来 今天最高点叫做8390 也就是各位 有没有 开盘前那段时间 今天我跟你讲 我刚刚讲过嘛 就是因为很多的人 看今天开盘的那段时间 好像指数一会儿 走到平盘以上 一会儿都觉得说 盘跌不下去 可是个问题是 结果今天最高点出现在8390 好 各位问题又来了 那为什么今天最高点出现在8390 我先给你看扣讯哦 今天在8点47分 各位 8点47分哦 结果开盘两分钟哦 我问你各位可以发个什么扣讯 今天的压力在什么地方 强势预判的压力 第一个在8396哦 8396哦 所以今天最高点8390哦 好 各位哦 来 说到我讲 对 各位你自己看 为什么8390 来 你看这个吧 时间我要讲快一点 各位 倒不来 看右边下面 各位 强势预判 为什么今天开盘就知道说 压力在8390 因为看到没有 今天在一开盘的时候 直接已经算出来 哦 往上看压力对不对 8396 8410 所以各位 这是为什么 开盘两分钟能够知道说 压力对不对 往上看8396 今天最高点8390嘛 好 但是各位 强势预判的准 我相信你早都已经感受到了 那现在就来咯 好 那今天期会有正价差 对 那明天开始到底盘会不会上去 关键在这个地方 各位 今天到了尾盘的时候哦 如果说我们以强势预判 以短线角度看的话 确实今天在尾盘的时候 它有突破过去这两天以来哦 的压力线 确实是有突破哦 但是各位 这是就短线来讲的话 它有突破 但是呢 就破断的角度讲到来 就破断两点的话 嘿 拍谁哦 还差一点点 所以各位哦 今天期会出现正价差 明天以后这盘能不能继续往上攻 关键就在于 明天开盘以后 指数能不能够突破站上 破断的压力 今天我再讲一次各位哦 今天受盘的时候 确实有把短线的压力有突破 但是破断的压力还没有哦 所以各位 明天开盘以后 这个盘能不能续长 关键就在于各位 明天的关键点位 在这两个地方 明天盘能够过这两个地方的话 那加上大户做得多 这盘确实是有机会 往上谈最贵哦 明天最关键的压力 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今天一定要赶快知道说 这个关键点位在什么地方 好 最贵哦 不论各位你今天 这盘做得怎么样 对不对 以及我说股票啊 哎呀 今天金融股杀得稀里哗啦 对不对 甚至像这种什么 什么红海中股票 也在闯碰心里的时候 各位哦 那重点是 那明天大盘的关键点位 在什么地方 明天大盘你想预知的话 就赶快通过电话进来 好 这时候 今天台国失守了8300点了 续创了19个月的新低了 刚才可以观察到 目前外资在做多 因此呢 明天的行情会如何走呢 请时宇锁定我们大声签机 感谢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